欢迎大家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周四市场的情况 文贸州股市在昨天是经历了一个先跌后涨的情况 在上午的时候一度是跌到了今年过去四个月以来的最低价 幸亏在下午的时候中饭吃饱了之后有力气拉上去 最终在收盘的时候是成功的上涨了0.2% 虽然涨幅不大但是总比早上时候的下跌要好得多 最后澳洲200收盘是收散了5676点 依然是很低相当的低 中国股市昨天总是也不错 上阵指数爬上了3150点 创下了过去一个半月以来的新高 真是非常可悲 这个3150点就已经是一个半月的新高了 那么深知方面也是一样上涨0.4% 目前是回到了一万点之上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目前中国最大的A50一直在创新高 但是其最小的A股30%的那些股票却下跌非常的严重 呈现两极化的走势 欧洲方面昨天因为有英国的公投 所以表现都很谨慎 德国上涨0.3% 法国和英国分别有所下跌 但是幅度不大 也控制在0.3%以内 那在其他方面的美国继续打了鸡血继续在上涨 但是涨幅也目前是缩小到了0.1%左右 除了股市方面呢 在其他方面黄金价格从过去的1290高点呢 目前有所下跌 目前是保持在1275附近 而油价呢 也是在前一天下跌了5%之后呢 昨天有所缓和 昨天基本上呢是维持在了这个45块6毛钱的价格 但是现在价格也是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价 那么今天咱们这个要说一说的话题就是毫无疑问 从昨天晚上开始的英国大选投票 我们知道呢 英国在昨天晚上到现在是进行新一轮的这个大选投票 那么根据现在的统计呢 这个女首相所在的保守党啊 这个之前在民意调查里是大幅领先 但是非常不幸呢 在过去的几个月 英国是连续发生两起恐怖袭击啊 导致呢 现在啊 这个保守党和反对党的差距非常之小啊 有可能双方会非常接近 最后组成啊 就是单个党派 没有办法获得多数呢 就要和其他的小党派组合 组成联合政府啊 那么我们知道呢 但是我们要说的重点是什么呢 是今天呢 英国大选不论是哪个党派上 最终不会改变英国要退出欧盟这个决定啊 因为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呢 这个决定是由英国全体公民投票来决定的 换句话说呢 就是啊 这个啊 不论是这个左派上右派上中间党上啊 都没有办法改变全民公投所产生的 结果啊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牢牢在记在心里 那为什么说这个 希望现在保守党能够继续执政 对英国有好处呢 主要原因呢 就是一个政策的连贯性问题 我们知道金融市场里面呢 它不怕下跌 关键就是怕的是不确定性啊 所以说如果现在换一任政府 那么可能是针对某一些政策 就会出现改变 也有可能在退优谈判中 会出现不同的声音 那么对于这些不确定性呢 就恰恰是投资者最不愿意看到了 所以我们看到呢 在今天早上这个当时啊 呃 这工党也就是现在的反对党 票数一度领先的时候呢 啊 英镑是呈现了百分之二的大幅下挫 啊 虽然现在呢 最终结果出来之后呢 是没有一个党派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 那么依然是保守党目前是处在第一位 他将会和其他小党派共同组建联合政府啊 虽说这个结果呢 没有是这个保守党一党独大啊 来得这么呃 直接 但是说这也比呢 反对党上台要好一些 有可能联合政府里面很多政策 由于要妥协啊 由于要商讨而发生变形 但是大致的方向我们相信呢 基本上还是不会改变的啊 所以说 所以说总的来说呢 目前啊 就是在英国来说的话呢 他去年已经决定要退欧 在今年和明年呢 势必将会推动退欧的进程啊 同时英国的经济呢 在我们去年说的啊 由于退欧的影响呢 虽然有可能会有负面效应 但绝不绝不可能下跌30%啊 所以说不论哪些政府上 短期内对于英镑可能有影响 但是长期在我看来英镑势必还会继续上涨 同时英国的股市呢 希望它也会像美国一样 打了鸡血不停的上涨啊 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我们从技术图形来看来看的话呢 目前这个英镑对美元一个关键的价格 大约就是在1.27啊 今天早上一度是打破1.27 但是立刻就拉回来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只要1.27的价格没有被打破 那么我们暂时看涨英镑的趋势 就不会停止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市场 今天要说的一个推荐产品呢 不是英镑啊 刚才说到英镑 今天说的是美元对人民币啊 这张图呢 是美元对人民币 在过去30天的一个走势 一直出现出现一个下跌的情况啊 这是一个一小时的图形 但是在今天早上以后呢 美元对人民币是首次 在过去的30多天里面 第一次出现一个啊 比较明显的向上突破信号啊 也就是说 它目前是站上了这个通道线之上 那如果咱们稍微保守一些 再一次创新高 甚至于最终爬上了6.8之后 我相信啊 美元对人民币在未来 还会有至少呢 三四百点啊 从6.8到6.84 至少有400点的浮动空间啊 那么遥想一下 在上周最低价的时候 曾经是6.72 到现在的接近于6.78 人民币其实已经下跌回去了600点左右啊 从之前下跌6.84到6.72 一共人民币是下跌了1200个点 1200点中 目前已经回去了600点左右 还有600点的距离啊 那么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周投影时间再见